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 博PP中 Model类中的绝大部分方法 那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呢 没有介绍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来介绍剩余的两个方法 专门负责 关联查询和关联删除 使用的两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咱们数据库呢 是关系型数据库 现在买Sacron Oracle 这些呢 都是 关系型数据库 那关系型数据库指的关系 就是表和表之间的关系 所以咱们在做一些产品的时候 都需要用一条语句 同时从多表中抓取数据 形成我们需要的一些列表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操作呢 就属于关联查询 那关联删除呢 就是用一条语句 关联 从相关联的几个表中 将一些数据一起干掉 这就是关联删除 其实关联操作呢 我本身呢 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特别是在 负载比较高的一些系统上 因为呢 关联查询有几点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 第一点 关联查询 我们在Sacron 最优化的时候 不太好见索引 所以呢 不太好见索引的时候 那查询的效率呢 就比较低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是见不成功的 另外呢 咱们现在呢 推荐大家使用的表 表引擎的是 麦咱们表 那麦咱们表呢 有锁表的情况 也就是 一个人在操作这个表的时候 必须把表锁上 防止别人同时操作 产生什么 产生歧义 产生冲突 所以呢 咱们一般的都是 麦咱们表是表锁的 锁表的 而InnoDB表呢 是锁行的 那 关联查询的时候 一起从 比如说 从四张表里边 一起查数据 那他同时呢 这四张表都是锁上的 所以呢 就会造成一个锁阻塞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导致思索 当然了 你访问量比较低的一些系统上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 无所谓的 所以呢 我不再 不太 建议大家 使用 关联操作 所以说 如果以后开发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 将关联操作的 方式 你可以改成 用多条语句 一个 分别从多个表 一起取数据 然后呢 在PRP里边去组合 然后 显示给用户 因为呢 咱们得显示给用户的一些报表 之类的东西 数据的东西 也就百八十条记录 所以呢 你分别从每一个里边去取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一些表锁 也可以避免 所以加不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用PRP 百八十条记录 一组合或者千八百条 这样的效率 都是很快就解决的 然后组合完 一起输出 这是咱们框架呢 就采用的 也有关联查询 那 就是咱们说的R select 那他呢 底层就不是使用多条语句 一起去查的 不是使用一条语句 一起从多个表查的 而是 分批 比如说从两张表 它是两张表 按条件 两张表 分别去拿 然后去组合的 那这些关联操作呢 其实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这里边没有提供 关联插入和 关联修改 因为那两个呢 你分别用 咱们接口中前面介绍的 Delete 或者是Insert 连续执行两次 就可以实现 关联插入 和关联更新 那这里边呢 咱只给提供了大家一个参考 R select和R delete 这两个操作接口 另外呢 关联插询 除了说要注意那个关系之外 那另外咱们前边也说过 关联插询呢 在讲述又都说过 咱们说有左插询 有左关联 右关联 那左关联指的是什么呢 是以左表为主 比如说有两张表 一张表里边 两个是关联的两张表 A表里边有100条数据 作为左表 B表里边有10条记录 作为右表 那如果 以左插询的方式 他就会查出 按左表的个数插 比如插出100条 那右边的数据 就会有一些冗余 那如果按右插询去查 那么 以右表的个数为主 那左表的数据呢 就会有一些丢失 所以呢 咱们平时在查询的时候 也不建议大家用左查询 右查询 也直接用等查询就可以了 当然咱们这里边 也可以模拟那种 左查询 右查询的那种情况 咱们R-Select 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呢 其实在实际生产中呢 咱们在讲课 或者是你听过的一些 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教程上 都会跟你说 数据库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冗余 也就是在设计表的时候 重复的数据是不需要的 那有重复的数据 就单独建表 去完成 这是理论上的 其实我们在实际生产中呢 数据尽量可以有一些冗余 如果你没有冗余数据的话 你想象一下 你会从四五张表里边 把数据提出来 那这样操作呢 咱刚才说了 会有什么锁表啊 或者是所以不好加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稍稍有一些冗余 那有可能从四五张表里边取数据 就变成了从一张表里取数据 可以大大提高查询速度 所以实际生产中跟理论的呢 会有一些偏差 这点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在查询的时候呢 也分 也咱们在设计表的时候 也分表关系 比如说 有一对一的表关系 那 像我这里边说的 表关系 一对一的表关系 比如说 一个用户 一个购物车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对一的表关系呢 那这个关联 因为两张表关联 一定要关联的键 那关联的键 对于一对一的表关系 你键在哪个表里都行 键在哪一表里都行 如果是一对多的表关系 比如说一个类别 下边有多条文章 这是一对多的表关系 一对多的表关系呢 关联的键 就要键在多表上 这是一个数据库 设计的一个原则 如果是多对多的一个关联 多对多的一个关联 当然多对多的关联呢 有用的 有用的地方 但频率没有一对多 和一对一的多 那多对多的表关联呢 需要单独建立一个 关系模式的一个表 就是比如说 用户订阅杂志 那有用户表 有杂志表 那一个用户可以定义多本杂志 那一个杂志呢 也可以被多用户订阅 像我这里边举的 一个班级有多个学生 一个学生可以上多个班级的课 这都是多对多的一些表关联 那你就需要单独 再建一个关系表 专门存两个表的关系件 一个外件 这样的话 就是多对多的关系 那在咱们这个 因为多对多的关系呢 用的不怎么多 所以呢 我这里边 也没给大家 R-slack 没给大家提供多对多的表关联 主要是提供了一对一和一对多 而且呢 都是提供的是单层的关联 比如说 没有提供是A表 关联B表 然后呢 C 比如说B表 关联A表 然后C表 关联B表 然后D表关联C表 这样的层级关联的呢 功能没有给大家提供 如果需要这样的话 你像没有提供的表结构 大家都可以 不是当框架实现不了 你都可以介绍咱们上节课用到的 R 用到的是QIY那个方法 去实现 按照你正常写的Sircure 去实现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边给只是给大家用一个 参考来说明 就不用自己去组合了 大家可以看框架这个方法 如果实现的 然后你可以去实现的一个方法 这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联关系 那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关联查询 可以从多表里边查询一些记录 那我们再先来一对一的表关系 咱们来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 咱们就得看一下数据库的结构 数据库的结构呢 咱们先设计一个一对一的表结构 那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在下面呢 已经随便的建了几张表 当然了 让大家看一下表结构就可以 比如说 先连接一下 mysecure-u root-p123456 然后咱们库是细数p2p的库 然后 show tbls 看一下表结构 那这里边呢 比如说用户表和用户信息表 这两个表呢 就是一个关联的表 一对一的一个用户 有他的用户的基本信息 和他用户的详细信息 当然是随便建的一个表结构 不一定是生产中就用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表结构 也是比较随意建的 细设 用户表 你看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字段 id 名字 年龄 性别 email 然后呢 再看一下 啊 吸收 用户 info表 这里边有 uid 名字 email 地址和电话 这里边我故意写两个 相同字段 比如名字和email 这样的话 咱们看一下相同字段 咱们要处理的时候 怎么处理 正常写色课语句的时候 这两个表 现在是 一对一的也好 一对多的也好 那 关联的件呢 是这个uid 所以我们在写这条色语句的时候 通常都是 关联的写的时候 比如说from 从这两个表 一个细说 用户表里边 起个边门叫u 然后细说 下方线 用户 info表里边 取个别名 咱们叫做i 然后 wire条件 u.id 等于 i.uid 这是写wire条件 比如说全查询 按等关联查询 然后查询所有的 你看 我这会用把这个渠道用到一个大计 这样他用的力气不然表太长了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等关联去查询的 这里边你会发现 名字字段 名字字段 email字段 email字段 这样的话会有重复 这是咱们平时用的等关联的一种操作方式 这样查询出每个记录 如果对于这样的 形成色课语 就是查询是没问题 但是你想象一下 如果peerp 也是通过这样的语句获取数据 那形成的数组 在数组里边 后边相同的字段 就会把前面名字覆盖掉 所以咱们在写这样的色课语句的时候 一定要将同名字字段 起成别名 比如说 you里边的name 起个边面叫you name 然后呢 i里边的name 起个边面叫iname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就可以搞定这样事了 这是在色课语句上去做的 当然了 我们用curry.ioi 也可以执行这样的语句 那如果我们分开去找 然后呢 按它来相同的条件去组合 比如说 select 行from 从 比如说 这里边 从you 细说下方线 use里边 这是查询use表的所有数据 单独的语句 再从 行from 从 细说下面的 info里边语句 当然wise条件 比如说 我们查什么相等的字段 因为后边两个表观察 能没有条件 比如说 咱们就假设一下 uid在 假如说 比如说75 然后是 我就随便写几个吧 120 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 当然了 我这里边 表明写错了 select 行from 从user ward条件 uid 少写个in 在 你看 只插出一个记录来 这关联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分别用两条语句 你看我刚才分别用了两个语句 一个是 这个语句 当然后边也是有ward条件的 一个是 刚才用的这条语句 那这两条语句 我们分别去取 然后在pp层里边组合 那咱们的框架里边就用到了是这种结构 就是你 关联查询两张表 咱们是分别从几个表拿过来的 只不过这里边 把取过来的数组 咱们按条件取出来之后 然后组合形成的 一个这样的语句 那好 那我们就来 分别 来用一下 rselect 一对一的表关系 然后咱们看一对多的表关系 因为这些东西呢 是rselect呢 对于任何框架来说 就是关联查询的 都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咱们不是pp里边呢 跟其他任何框架比 都是最简单的方式来实现的 不用你设置任何东西 只要直接在这个里边传 参数就可以实现 所以呢 相对于其他任何框架 咱们这个都是最简单的方式实现的 记住这一点 那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rselect 首先呢 我们把乘余目标打开 这个呢 我把那个多余的文件都已经删掉了 重新处置化一下 重新反映配置一下 index.peerp 好 然后 这是在这里边 我们把这个数据库结构配置好 密码 123456 然后前队是细说 库名是细说peerp 好 我们现在 配置完数据库了 然后我们在home里边控制器里边 我们现在 我就 建一个 用户表 用户.class.peerp class.user faction.index 我就在这里边做实验了 现在假如说 我拿出一个一些用户来 一些数据来 首先我先建一个 用户表等于d user 然后 d.t等于 user里边 如果我用select 这是咱们上几课 重点介绍的一个方法 查询 全部的数据记录 这个是 使用的是 用户 select 那我这块打印一下 $d.t 这个就不是关联查询 是单表查询 我们来看一下 下方性 user 下方的index 你看 就会把这个表的所有记录都查出来 当然了 我单独查 这不光是查优色表 查 其他的 比如说 用户 info表 都是可以查出来的 那这里边 咱们看一下 如果我加上rselect 那么参数 就不一样了 那这块指的就是关联 咱去查询其他的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的 结构 rselect rselect 方法的参数 结构 说明 你看 这里边的参数 就是可以是多个数组 比如说 我关联几张表 因为关联操作 不光是两个表关联 有可能有十张表一起关联 所以这里边你传的就是数组 一个数组 就是关联一个表 比如说 我三个数组 就是要 我这个用户表 跟用户关联的 其他三个表 一起去查 那 当然了 我这里边现在 就有两个表关联 所以呢 我本身是一个用户表 那我还可以什么 这里边 我再用上 其他的表就行了 那看下这里边的 数组里边的参数 这个数组函数里边的参数 是 有特定规定的 第一个参数 就是你关联的表明 比如说我关联的是 不用写前缀 用户信息表 这样用户表 关联用户信息表 那 关联的字段都有哪些呢 如果你写空的话 是关联全部的字段都查出来 也就是前边我没写字段 后边也没写字段 那这样的话 或者存空 或者空字无串 都行 那就是查询全部的字段 然后呢 第三个是 参数是 这个表 他用到的和主表关联的外件 那就是UID 记着 第三个表 因为咱们刚才看到了 这两个表结构关联的件 往上看一下 是用户表 User表的ID 和这个Uinfo表的UID 是关联的 所以咱们这里边写的是 UinfoID 你这边写UID 那 存账材数UID 默认就是和 这个表的主件关联 和用户表的主件关联 这个是这个表的外件 它关联 这个表的 也就是这个表的主件 所以这样的话 两个表就可以查出来了 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字段是不是增加了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两条表里边的记录 select 形容 from从 细数下方线 info里边 U info里边 看一下这里边 一共5075 85 98 115 一共是五条记录 你看我们查出来的 1 1 2 3 4 5 5条记录 那采用的就是这种 等关联 或者说咱们叫做右关联 都可以 因为现在是以右表为主吗 那如果我查询的记录 想以左表为主 怎么办呢 或者是关联的字段 咱们按照的 不是UID字段 关联的不是另外一个表的主件 比如说 你第四个参数 这儿第三个参数是这个表的主件 是这个表的主件 作为别的表的外件 一定要写在这儿 那默认不写第四个参数 这个UID就是关联另外表的一个主件 如果你写上一个 比如说用UID关联优色表的内幕字段 那就不是默认使用主表的什么主件了 你只要让它和这个字段相等 这个字段 第四个参数是指的前边这表的字段 是指的前面表字段 这点别忘了 所以就是将来的外的条件是 UID等于 NAME 而这UID是哪个表的UID呢 是UINFO里边的UID 这个NAME呢 是User里边的NAME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了 咱们这个没有NAME字段关联 如果你不想用 跟它的默认主件关联 和默认和其他字段关联 只要提供第四个参数 那提供四个参数呢 写和不写还不一样 比如说 它默认就关联ID的 但是如果手工写ID 那你会看到 你看到 看到 记录数会怎么的 会变多 你看下边的色口语卷 也是一样的 查询 这块 从这用户表里边 再查询 用户信息 UID在 一直在这么多里边 把数据拿出来 这是用两条语句 获取的 那这个就什么呢 你如果写成这个字段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默认和 这个什么 和这个表 进行 左关联 可以这样 或者是指定特定字段 有这两种说法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默认的 如果这么写的话 比如说这种关联 你看一下 我们会看到 所有从名字字段 我默认给你加上了表明前缀 比如说这个名字段和这个名字段是从名的 那默认加上这个从名字段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要从名字段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边去自己去写 比如说 我只查询名字字段 我自己叫做YouName 起个编名 Email字段 我自己起个叫YouEmail 因为这里边就是你写什么字段 就会写什么字段 你看一下 现在其他的像地址和电话就不会显示了 YouName和这个 你可以自己起编名 当然了 如果你想在这里边起编名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这会儿该加什么条件 还可以加什么条件 比如说WAR条件 我可以再加上 查询是ID大于100的 看一下ID大于100的 那我们这块就有一个115能查出来 所以该写什么字段还是写什么字段 那如果我在这块再写上FELDField 里边查询出来ID 然后呢 Name起个编名叫做Aname 然后呢 年龄起个叫A AGE 都是可以的 包括加函数 也就是这块以前该怎么写 对象链 就是这种连贯操作 你还是怎么写 是没有变化的 看一下 是没有变化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块再关联一下 ID 当然以左边的文件为主 你看起上编名了 有的没 有关联的就会显示这关联项 没有关联的 其他数据是冗余的 那就其他数据就是空的 看到了吗 因为现在以左表为主 左表假如说有100条 右表只有一条 对吧 所以只有一条是关联的 那其他的没有取到这个字段 因为两个表不是对称的 一个是100条 一个是10条数据 所以只有对称的数据 只有是两个都对称的ID对称数据才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表这条数据116条 右表里边就用户info里边 根本就没有uname和email跟他 就是关联的件没有116的 所以那两个就取不出来 所以这个是关联操作 当然了 如果关联操作 假如说 有时候就想了 说我想按UID指定条件 UID指定条件 而不想按什么 这个里边的ID指定条件 那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那你可以把位置换过来 因为一对一的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都可以 所以对于一对一的关系 你想写外的条件也好 想写排序条件也好 想写利密的条件也好 你就把他什么 针对哪个表写条件 去查另外一个表 一对一的嘛 你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变过来 比如说你看 等于我这块就可以D 我把前面变成什么 用户info放在前面 这块我就可以写 ordr order 按你看UID DESC 倒许排序 然后limit 我这块只取两个 都可以啊 然后wire条件 写上 你看啊 UID大于5的 这都没问题 对吧 然后 我们再加上R 下方线 RE SERHT RSELECT 再通过这个RSELECT 去查询 那这里边 我们再传的数据 你就可以传谁了 传 User数据了 传User数据了 然后第二字段 插他什么字段呢 插他全部字段 然后关联的键呢 那这个User里边的ID 和谁关联呢 和这个表的UID关联 你看一下 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这里边 查询的UID字段 都是大于5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想写条件的话 你看也是倒许排序的 限制也是两条语句的 所以对一对一的表 如果你看 我想查询里的表 想加条件查不了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表 前后的表名给换一下 就可以解决 这个问题了 这就是 一对一表结构的 一个查询 一对一的结构 当然了 你要是一对多的结构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查询 只不过数据就会有一些 冗余的数据存在 对吧 有一些冗余的数据 比如说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边的表结构 Seu TABLES 看一下 这里边有什么呢 比如说有类别和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这表结构 DSC CAT 这里边有ID 名字和描述 ID名字和描述 这是一个类别的 看一下记录 CAT 这里边有三个类别 PIP加瓦二口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DSC 看一下文章表里边 表结构 有ID有CID 这个CID是外界 关联 关联 CAT表里边的 ID 这个主件 它是外界 然后我们看一下表记录 看一下 这里边记录呢 就是一个 一对多的 你看 这里边的一个ID 上面这个表里边的 比如PIP这个类别 一 对应这里边两条记录 二对应两条记录 三条记录 三对应一条记录 这就是一个 一对多的一个表关系 那这样的表关系 咱们也可以同样 用这样的数据 比如说 当然了 一的数据 你尽量 用前用在前表里边 DT等于D 比如说 CAT这表 当然我就不写完的条件了 直接R 下向线 Select 你看一下 这里边A-R-R-Y 查询 查询哪个表呢 A-R-T-I-C-L-E 文章表 第二个呢 查询它的全部字段 因为有相同 从名的字段呢 就会给你起 咱们看到会起个编评 然后关联的件呢 就是CID 这里边的CID 关联CAT表里边的 主件ID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表 获取到的记录 什么样的 你看 就是这样的结果 五条记录 因为主要以谁为主啊 以多的那个 那你看数据就会有一些 重复 比如说类别名 PRP这个 类别名 PRP这个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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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是重复的描述 但其他里边的记录 比如说 123456 是没变的 你看两条色课语卷 这条色课语卷 和这条色课语卷 查完之后 咱们在成语里边组合的 所以一对多的关系 要形成列表 比如说 一个文章 我想知道类别名 和这个类别的描述 然后和类和这个文章名称 一起显示 文章名称 文章作者啊 文章数量一起显示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但是这样的东西 一般都是一个分类标题 下面有多篇文章 那对于这样的表结构 最好是采用一对多的方式 一对多的方式呢 就是再采用一种数组 类别是最外层的数组 在类别下边使用子数组 这个类别下边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边 那如果对于这样的情况 第四个参数 刚才能看第四个参数是 这个外件关联另外表着一个主件 比如说 关联这里边的ID 那结果跟这个你看 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是三个类别 就显示三条记录 相当于右表为主嘛 但是现在 如果我们第四个参数 你换成的 才是一个数组的话 那就意味着 采用一对多的方式 方式 要多的那个 以子数组的形式显示 那第一个呢 就是数组下标 ART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 放心一下 你看 这我们看到了 类别名 因为这样的数组结构 是咱们 比如说配合模板 或者什么 是经常用到的 一个栏目下边 有多篇文章 那都是这种数字结构 你看 这块 类别名称 类别描述 和这个类别 下边的两篇文章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加瓦类下边 有三篇文章 然后呢 这个ARCO下边 有一篇文章 这是一对多的结构 所以呢 你只要 将第四个参数 换成数组 数组下边 起一个 这就是数字下标 这样的话 就将多的那个 以子数组 附加到 上面的一个 外层数组里面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边 对子数组 内部的结构 进行处理 比如说 默认是全取啊 那一个类别 下边有一万篇文章 你都取出来吗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 还可以写其他的参数 那其他参数都有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是子数组的方式 子数组的下标 这是原则是 子数组的排序方式 是可选的 刚才都密加都是可选的 那你看排序方式 那我这里边就写一个 比如说 我按 子数组这里边有个ID DSC倒许 现在呢 因为是应该是正序的 你看 三四五 我现在一刷新 五四三 这里边的文章 五四三 这里边文章二一 就倒许了 那如果我不想取这么多 比如说 在做首页的时候 一个栏目下边 就显示十篇文章 不想的 一万篇文章都取出来 然后再前人做 那效率太低了 所以呢 第三个参数 就是一个限制条件 比如说 我限制五条 那 这里边 只取五条记录出来 当然了 我这里边一共也不到五条 那我就 限制一下 比如说 就取一条 你就能看到结果了 你看 每个里边都有一个 每个里边都有一个 看一下 都有一个 然后我们 再来看一下 那里边的指数组 除了跟他关联的关系 那里边指数组还可以加一些自己的条件呢 比如说 取这个类别下边的 假如说这块我加上还是五吧 取这个CID 类别下边的文章 五条记录 但是这个文章必须是由审核过的 那神过的就是在文章里边加个关联条件 所以呢 我们第四个参数 在这数组里边 第四个参数 就是什么呢 第四个参数就是外条件 当然这个外条件不是咱们前面讲外条件 你随便写关系 那这里边外条件呢 咱们只能用什么 咱们只能是写字无串的那种关系 比如说 这里边 我想写一下 看这里边条件吧 嗯 这里边也 没有什么条件 L L L 你看 作者中包含 L的 那这话 就是 AR AUTHOR 看一下 作者 Like 包含 百分号 L的 这些写完的条件 当然查出还是这些 因为我在这块 限制了 是五条 不是跟那刚才数一样 这都是作者中包含L的 所以也可以写完的条件 这就是什么 咱们的 第四个参数 那如果你关联的是多个表结构 当然我这块简写一下 复制一下 看一下 嗯 我把这个 嗯 那假如这个类别下边不光是有文章 这个类别下不光是有文章 如果还有其他的也是按这个分类的话 那我再可以怎么一起从多个数度里查 所以我这会再加个数组 那我们来看一下表结构里边 有哪个表跟这个结构还是一样的 嗯 有一个test 我们来看 dsc 细数下号线 test 你看 这里边有id cid 然后123 也有这样的结构 那我们 在这块 只要加上 test表结构 然后呢 查询他的全部字段 和他的关联外件也是cid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结构 这还是这个文章 你看关联test的万兔 这几个字段都查出来了 如果想他以指数组的方式 那同样第四个参数 咱用ary 比如说 下标就是txt 随便咱们起的 两个都是以指数组的方式 两个都是以指数方式 然后呢 我们假如说 再来排序的 排序的条件 比如说 id dsc 倒序 阳台倒序 排序 都可以 后边加什么 都是可以实现的 但这里边记录 比较少了 你看 4和3 就倒序过来了 来 我们看一下实际应用的一个实例 比如说 咱们后边要做的一个项目 就看这个吧 看一下 在这个项目 在这个首页里边呢 像菜单 有可能我们是用单表查询就可以了 公告用单表查询 那这个缓动片用单表查询 然后前列推荐单表查询 更新单表查询 本月热点 还有友情连接 都是单表查询就可以 但是你看中间这块 下边这块不同 每一个栏目里边有 栏目就是一个分类 而栏目下边还有紫栏目 看一下 栏目下边还有紫栏目 栏目下边还有默认的显示的一些符合条件的文章 外层文章 这个栏目下的文章 所以像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想形成这样的数据 那么数据结构就跟刚才差不多 外层的一个数据 里边有两个紫数据 一个是紫栏目 一个这个 然后栏目还有对应的图片 如果咱们不用框架的话 自己写的话 你也会从栏目表里边分别去两遍 外层栏目和紫栏目 然后里边数据 而对于咱们框架来说 像这样的结构 像这样栏目 咱们只需要用一条语句就可以搞定的 就是用这个关联查询 分别从栏目里边 文章表里边和图像表里边去取 那么来看一下应用的一个具体细节 因为在写控制器的时候 咱们后边都是一条记录 就可以一条语句就可以完成一个功能 比如说咱们这里边 在这 在前台下边的控制器里边 比如首页 那就这条语句就能获取到 刚才能看到所有栏目 你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个是栏目表 获取栏目的ID标题和图片的一个外界关联 然后呢 这里边按指定的顺域去排序 然后呢 这块是指定一些条件 关联操作什么呢 从图片表里边 通过ID关联这个PID 把这个图片名取出来 这样的话咱们那个栏目就有一个图片了 然后再从自己的栏目表里边 把子栏目取出来 那用一个子数字 然后呢 用的也是按指定的顺序 然后呢 取四个 必须得是指定显示的那个 然后取从文章表里边 只取ID和标题 然后通过这个外界关联这个表里的ID 然后只取什么 文章 作为这个数字下标 ID 然后只取十条数字记录 必须是审核过的条件 那这样的一条语句 似乎很简单的 就能实现咱们这样的一个列表了 而如果咱们没有这样的一个aslect的话 如果 那你就不能用一条语句 实现这么复杂的一个功能了 你要自己大量的从多个表里边 获取数据 然后再组合 最终也是得形成 刚才咱们看到那种 返回了这个data的一种速度结构 然后你再用smarting才可以去办 当然后边咱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到时候得跟大家详细的去说明一下 这就是 咱们框架里边提供的rselect的全部功能 当然了手册里边有些演示的实例 那大家呢 在平时应用的时候呢 可以多想一想 这个值给你参考 你可以用这rselect 也可以仿这种模式 自己写一些关联的操作 因为框架架子给你搭上了 你可以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舞台 你可以去做 然后看一下 关联删除 关联删除呢 指的是同时呢 从多个表删除数据 那关联删除呢 那就是呃 比较容易了 你看 呃 这个方法呢 是传递一个或多个数据 一起从多个表删除数据 那每个数据对应一个呃 关联的数据表 然后参数数中呢 有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关联的表明 第二元素是关联的外界 第三个元素是可选的附加条件 也是一个数组的格式 用于补上一个 删除的附加条件 和玩的方法 用法是一致的 比如说 我现在这里边 嗯 我现在想删除 做一个删除的方法 点 我想删除用户表 记录的同时 删除关联他的另外一个表 那我就直接 当然反回来的就是影响行数 等于 D 用户表 删除用户表 wire条件 什么 比如说 ID 大于 当然我就直接写了 大于100的 然后R 下方性 DLET 删除 删除谁呢 删除跟他关联的 比如说 呃 代目表 不对 是用户的 音符表 这样的话 我们删除这个用户表 大于100的同时 那音符表 跟他关联的大于100的 也全部删除 反过来的是两个表的删除的总个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反正这里边的DL 我这块 去到 intest 好 一共删除其他 你看一下 下边 delet 删除 这个表 已经有了 哦 这个表 有个问题 这是 有问题 因为删除的时候 你没写关联的外界 所以在这里边 数组的第二参入 是关联的外界 比喻这些 这里边是 呃 UID 只有关联的外界 关联上了 咱们才可以把它 删掉 你看 当然了 现在咱们这里边 刚才那个外表 已经删除掉了 所以关联的外界没有 所以才出现了 呃 这个情况 那我们比如说 大于90 80吧 好 好 有14条记录 是别删掉 就不会出现 刚才没警告 忘记外界了 但是删除同时呢 有一些呢 不想圈删 需要留一些 那你这会儿 再可以加一个WAR条件 那原来的WAR条件 怎么写 就这里边能写什么 我们在这就可以写什么 如果删除多个的话 我再加个数组 假如关联多个表的话 在关联 比如说代目表 关联的外界 比如说也是UID 那一起将这两个表 都会删除掉 所以关联删除呢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的 那关联插入呢 和关联修改呢 你就可以用两条语句 去设置就可以了 比如说 关联删除 我们这里边也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在删除 项目里边用户的时候 那用户 当然了 咱们实际生产中呢 你删除用户 而并不是将用户 发过的所有文章 所有评论 用户的所有动态 全删掉 而是只把他用户 信息干掉 那用户呢 在别的地方呢 都是被屏蔽的 因为你一旦删除的话 他的所有东西全没了 这是不太好的 所以呢 但是咱们这也是一个教育例子 我就想删除用户的时候 其他所有都删除 所以呢 我们就这里边看一下 用户边 我们找一下删除 你看delayed 删除的时候 两种方式 你可以删除的时候 删除用户的时候 获取这个用户的ID 那分别删除用户的短消息 删除用户的动态 删除用户的文章 删除用户的评论 然后再跳转到哪去 这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多条语句来判断 如果我们改成这个 就一条语句就可以判断了 你看 如果用户删除 删除指定的ID 是一个或多个都可以 然后同时删除他的消息 他的动态 他的动态的另外一种情况 后面可以加班的条件 然后他的发文章 他的评论 你看相对上面来说 那这个呢 会更简单一些 当然你用上面也是能达到一样的效果的 这是关联删除 这两个呢 关联操作呢 相对于别的框架来说 咱们这个呢是极其简单的 这块 但是相对于咱们本人框架 其他方法来说 关联查询的方法呢 咱们用一几个时间介绍 会比其他方法呢 相对于要复杂一些 那这里边其他方法 上几个课呢 也先来介绍了 所以这几个课呢 咱们把数据库的全部的统一接口呢 就介绍完了 好 谢谢大家 那这几个课呢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人生自古随无死 来生再学PAP 孙当作人爵 死一学PAP 垂死兵中精作起 今天还要学PAP 少壮不学PAP 老大头上背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AP 传言不觉晓 处处学PAP 在天愿座 以命 在天愿学习 学习PAP 祝你寻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AP 收纪 作词 刑 información 之后 按çon 快 词 词 词